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舍师漫谈》 我是姚鸡 我当然是村长诺里斯了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诺里斯 这一个周末真的是麦凯伦凶器 对 这是我这很久以来第一次不用去想 我应该是什么死 就是It's right there 太明显了 这一个周末的话 23年的英国战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用弹幕 咱们给这个周末的精彩程度可以来打一个分 村长你觉得这个周末的精彩程度如何呢 但要说精彩程度吧 我估计也就是个6分 而且这是叫全比赛维度可以6分 如果是银食评价体系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有个4-5分 连几个都到不了 对于银食这么优秀的赛道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有不少给出7分8分的 我觉得给到7分吧 这个排位还是蛮有意思 然后正赛的话 也是用那种很多小的点 但跟你在直播时候说的那个点一样 就是大家最终关注的 最令人激动人心的 肯定还是争比赛胜利 比赛不争胜利都是 对吧 争个什么第8名第9名 然后看两个法拉利 这个90带回 就这种确实 虽然也是有不少赛道上的斗争 但到头来 大家的悬念跟激烈的感 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你要说这个 是整个周末的评分的话 我觉得确实可以多给一点 正赛虽然还是有点缺乏了亮点 但是排位赛还是非常好看的 确实是这样 这一场里头完事之后 英国主场两位英国车手登上了领奖台 大家也是肯定想听我们来聊一聊 诺里斯以及麦凯伦 这个周末真的是雄星 其实上个周末就有这个趋势了 上个周末我们想会不会是昙花一现 对吧 但这个周末诺里斯加上皮亚斯特里 两位车手 假如不是这安全车的话 其实都是二三带回了 这相当的精彩 对 刚才有看到观众听了我的建议 如果这场比赛把第一名遮住 确实是十分的比赛 对啊 很精彩 对啊 你要说都不止这个 把今年所有的比赛 你把韦斯塔潘给 咱不是说真的把他嘎了 但是反正假如把韦斯塔潘遮住的话 那下面对吧 一会一开始马丁超强 然后之后法利起来了 然后梅喷起来了 麦凯伦又起来了 Lping在后面在那种隐约约约的 对吧 所以假如没有韦斯塔潘 就剩一个佩雷兹 或者红牛俩佩雷兹的话 那今年真的是相当好看的一场 只不过很可惜 韦斯塔潘他存在 这个红牛已经赢了 过去21场比赛中的20场 已经22场里的21场 我记得上一场我做的时候 是21场的20场 对 所以说假如不是去年 巴西战拉塞尔的那一个胜利 红牛已经2221场连胜了 这个确实 是不是维斯塔潘在凑什么 用什么20几连胜来庆祝 到时候过生日的时候 正好是26岁生日快乐 我们还是不要再聊红牛了 他已经让我们已经失去了 很多乐趣了 反正来找找乐子 回到麦凯伦这里 找找乐子 首先不说性能 涂装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看 我相当喜欢 我已经说了三天了 我就喜欢非常地带了亮银色的 麦凯伦的传统涂装 然后我就又来反对意见 我觉得不够好看 就是亮银色好 但是它就那么一点不够 你假如多来一点 真的是来一个看起来像样的 当时比如说10年前的 这样的亮银色涂装 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 现在有点不伦不类 就是有橙色有黑色 对吧 因为它要减重 不能全涂成银色 因为银色的涂装是最重的 然后还有CORM的五彩斑斓 反正不要试 那碳纤维裸露就是好 所以不是黑色 就是好看 OK 我们看大家 黑色越多 现在越cheap 说明你这个车队 不知道是在点名谁 这个没开头的一支车队 大家都说 V队比麦队的和谐的多 那么就回来说麦凯伦 就是在上一战里头 麦凯伦是给诺里斯带来了 一套底板侧箱 包括Halo上面的小升级 大升级 然后这一场里头 是给皮亚斯特里 也升上来这一套 但是我是今天早上 复盘的时候 去看图片 才发现 皮亚斯特里是没有用上 诺里斯新升级的 这一套潜意 所以说在两个人 车辆性能不是完全一样的 情况下 然后皮亚斯特里 居然也能够拿出来 这么样亮眼的发挥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考虑到这一套升级的车 是这个周末 它第一次开 对吧 诺里斯上周已经适应了 一个周末了 这一个周末 作为新人 坐了一年冷板凳 然后能够直接跟诺里斯开的 算是55开 你有这样的认为吗 如果考虑到 这个潜意的差别的话 我觉得基本可以55开 而且它在场上的时候 几乎在正赛 没有被诺里斯拉开过 是的 所以说 真的 我们是不是没有看到过 这种两连跳 就是F3 F2 或者GP3 F2 两连跳的车手 有让我们失望过的 不管是勒克莱尔 还是拉塞尔 还是现在的皮亚斯特里 目前的数据点 就是这三个车手 都不错 对 我们在赛季初的时候 其实就提到过 其实麦凯伦 他们为什么 在年初没有赶上 就是因为他们 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9月份 才意识到 他们针对今年 底板抬高的 技术规则 路线走错了 所以说 从那个时候 再改线路 导致没有赶上 今年的前七八场比赛 那这算是 赶攻赶上来了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在之后 会不会一直保持 这样的强势 跟赛道的特性 也是很相关的 麦凯伦的赛车的 整场的大的提升 对吧 我记得Stella说的 就是奥地利战和银石 其实都是非常适合 他们这辆车的特性的 就是这种中高速弯 然后奥地利的话 其实除了 56789到10毫弯 这几个全都是中高速 然后银石的话 就更别提了 对吧 全都是高速弯 非常适合 他们的赛车的特性 现在的话 他们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来去 我们需要看 在匈牙利战 假如他们还能够 保持有竞争力 那就是真的是 对下半年 或者说明年 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假如匈牙利下去了 也不要太惊讶 因为今年确实 除了红牛之外 全都是来回的翻腾 对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预期管理 对于所有的赛车的性能的提升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一赛季有三只车 四只车 对吧 如果算上L-PIN 都吓唬过我们了 然后都不见了 然后比如说L-PIN 就真的不见了 完全不见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 在之后的比赛里面 我还是更期待 比如说能不能有 威廉姆斯 其实他已经提升了 再提升一下 对 或者阿罗 整一个冲到第二第三 那这样的成绩 有没有机会 你说这个赛季 也就只有阿罗跟小牛 两个Alpha车队 都是完全让我们心态是放平了 已经 就完全觉得没有可以成就的 对 所以所有的阿罗和小牛的粉丝 我不知道会有小牛的粉丝吗 你觉得 那你们可能要放平心态 这个赛季不是属于你们的 确实是这样 这边的话 麦凯伦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聊一聊 他们这边的最后 诺里斯也自己在吐槽的白胎 这个当时也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讨论了最多的问题 反正我的观点一直是 你即使要是保守 你保一个就够了 对于你来说 冠军一定去争夺 比丢一个领奖台来说 损失要小 但是好像斯泰勒在赛后有聊到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是吧 对的 斯泰勒的话说 当时马格努森 这个靠边 这个烟冒起来了之后 他们看见是出的虚拟安全车 那虚拟安全车的特点就在于 它会保持住车和车之间的差距 所以说他们当时选择觉得白胎 因为当时距离结束 还圈数比较的多 当时假如近站换胎的话 最后软胎应该有点悬 而且考虑到 你当时虚拟安全车近站的话 你应该跟身后 汉密尔顿有10秒钟走的距离 所以说白胎看起来 因为白胎换上之后 这套C1 最危险的就是在刚出站 刚起步的时候 因为轮胎的温度没上来 所以假如能撑住一开始 而且你有一个10秒钟的缓冲 白胎撑完 最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再考虑到诺里斯在FPR里头 其实跑了硬胎的长距离测试 其实它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之后 虚拟安全车转变成了实体安全车 所以说把所有的车辆都给压缩了进来 而且时间看起来 我们当时也吐槽说 马格鲁森怎么在边上停了这么久 对吧 到这时候觉得 好像进到了能换软胎的地步了 但是当时已经下了决定了 这时候再去临时通知 再换软胎 容易造成 容易出现更手忙脚乱的情况 所以这边换了 还是按照原计划换了硬胎 然后马后炮反正看起来还不错 对 不管怎么说解释还是相当到位的 这个也是一个叫什么法拉利出身的 意大利的工程师的一个绝活 就是找借口 在这个事情上面 可能Stella才是法拉利最需要的人 确实作为一个 他2000年就加盟了法拉利 然后在那干了15年 然后之前也是阿隆索的工程师 而且还有个博士学位 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在法拉利就是所谓叫什么 巨是一坨屎 散事满天星 只要法拉利出来的人才 发挥都特别好 所以这场比赛之后 让我更加的期待 比老师下一步会挪到哪里去 来拯救一下 对像之前James Allison 从17年从法拉利走了之后 对吧 在美本89014年的车队冠军 然后这边Stella的话 在麦克伦也是 总体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说比老师 这个周末来到了现场 也确实感觉是有效果的 应该是来看一看 来面试一下各个车队的 看看谁有机会获得我 我现在觉得几率最大的还是奥迪 你觉得呢 确实是因为别的 就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话 阿罗或者说索伯 其实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出身的车队经理 因为SIDO的话 他更多的是幕后来做 他是个律师 而且SIDO他其实有很多的带队的经验 不管是之前保时捷的乐芒那边的 SIDO是 但是他是CEO 他不是领队 他其实是负责更大的事情的 对 所以就是赛道边上 这边好像直接上手来去 不管是统筹 人员这边的安排 就感觉都离得有点远 所以确实 因为别的车队感觉 总体安排的还是不错的 麦凯伦这边又是又一次 技术架构 人员结构调整 看看这次能不能够撑得下去 对 除此之外 麦凯伦本周的这么优秀的表现 跟另外 我觉得其实皮亚斯特里的意外性 是跟麦凯伦这辆车一样的意外的 真的很优秀 对吧 这个叫两连跳的这种车手 再一次展现了自己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除了皮亚斯特里 就是拉塞尔跟勒克莱 但是确实 好像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 并没有这种非常牛逼的经历 但是确实比目前看起来 这几个年轻人还要再强一点 所以你觉得这几个人当中 有可能会达到之前 汉密尔顿跟维斯塔潘的水平的吗 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的话 好像没有我在 比如说年前预计的要高 要说两年前 我觉得看梅奔对拉塞尔这样的期望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够去布老汉的后尘 但是从这两年来看 好像没有当时 比如勒克莱尔上来 去第一年打平维特尔 第二年能够快要吊打维特尔的 这样的级别 对吧 斯特洛尔也在维特尔面前赢得了一些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维特尔的问题 确实也是 那什么你认为是这两位 不管是勒克莱尔还是拉塞尔 就是距离老汉跟潘子这两个高度 还是至少目前看来是不是还是差点 我觉得老汉跟潘子都是历史 怎么说前五级别的实力 这种人能够俩凑到一起 就像赛纳跟普罗斯特一样 30年才能来一茬 所以也不能说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 而只能说汉贝尔的跟维斯塔潘 可能是太过优秀了 超脱历史规律级别的优秀的话 确实是很罕见的 确实是一个老汉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算不算 但是总体来说 年纪上是职业生涯的中后段 然后加上维斯塔潘的中前段 正好是凑到了一茬 就不知道下一代 皮亚斯特里应该是我们现在 关注的这一个新星 是01年的 再往后面看看吧 这一代会出来哪些人 我们有99年的诺里斯 01年的皮亚斯特里 这真的是年轻 真的是 对 之前有这样的这种青年才俊 经常很快的往前跳的吗 霍肯伯格 这不是说了吗 霍肯伯格 霍肯伯格当时 霍肯伯格是怎么个情况 霍肯伯格当时的话 是08年 两年拿了F3 Euro的冠军 然后09年GP2冠军 但是进了F1之后就是 不行 那得是一年拿 他已经两年拿 所以不行 那确实除了他之外 好像也就没有了 但是他当年还有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虽然他是GP2冠军 但是当年有一根GP2级别 一样的低级别赛事 是雷诺3.5 所以说他会分流一些 很优秀的车手 所以说确实是 两位年轻的车手 假如这车能够支撑起来 就一直这么支撑起来就好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红牛 对吧 从他们周末之前 就已经老在那说 诺里斯多好 多好 好想把他挖来 好想维斯塔 好想拿他来开心一下 他们也在说 明年的竞争 红牛觉得自己 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势了 所以如果明年去抢车队冠军 没有一个优秀的二号车手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五年了 从Dry to Survive第一季 就是这个话题 居然还在聊 没有一个优秀的二号车手 抢不到车队冠军的 然后换换换换了一大堆 结果跟人家谁都现在比不了 麦凯伦现在的车手 感觉搭配都比红牛要强了 就是因为有佩雷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即使先把他们挖 诺里斯看起来很艰难 但是挖一下皮亚斯特里也不妨 对吧 但是可能最大的障碍会是 他的经纪人韦伯 把他送起红牛当二号车手 我觉得韦伯肯定 这就是轮回 澳大利亚人的宿命 就因为会轮廓到 红牛还坐卑微的二号车手 但你想 对于皮亚斯特里来说 他假如能够在维斯塔班边上 能够去竞争一下 也许我们只能奢望一下 好 我们麦凯伦的话 其实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聊法拉利吧 好 法拉利就说你什么好 他们咋到第九第十的 我想了半天又找了找 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事故 但是最后就掉后边去了 就全都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近战近泰早 一个近战近泰 对吧 一个莫名其妙跑了一个两停 一个的话就是死命 三四对吧 黄胎撑了26圈之后 然后最后硬胎也是不太hold的住 这个圈身前身后 全都是软胎的车手们 所以导致原本一个 对吧 原本他们的起步位置 其实是一个第四和一个第五 然后结果 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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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轮胎损耗还不强的情况下 就跑到了第九和第十 说这个R本 所以说这个R本在第八名 然后我们有朋友说 说这个法拉利没有到二本线 所以说这个是大专的级别 一个非常冷 这属于还OK的冷笑话 还不错 所以What is Plan B 不知道 我原本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三四忘了 后来我一听 我觉得可能工程师也忘了 所以才好像说尴尬的 他问他What is Plan B 他说I will tell you later 因为他也忘了What is Plan B 要不然他就说了对吧 不是 但这个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说 因为我讨论了 他没有办法告诉 通过其他的方式 告诉车手What is Plan B 对 唯一的一个法子是什么 当时我也想到了 就是你在赛前 你在车载的方向盘上面 你在赛前已经传进去了 你的Plan A Plan B是什么 因为他们车载方向盘 都是高度定制化的 你可以放任何各种奇怪的东西 对吧 他们能够在阿波达比站开完之后 能够放一个 比如祝贺 感谢你利卡多这样的画面 他们也能够放一个 说Plan A是啥 Plan B是啥 但是可能就是 没做这个准备 这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 因为在比赛过程中 所以那就是赛恩斯 不光忘了Plan B是啥 还忘了把这个 知道Plan B是啥的纸条 在方向盘后面 这个事也忘了 不是 我这只是猜测 这个纸条在方向盘 这只是纯猜测 就我还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过 就咱们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喜不动 喜不动 我觉得就是他俩都忘了 这也真是我们第一次 真的 牵食到这个法拉利 Plan A B C D E F G 这么多的Plan的情况下 真的是有问题 对啊 连Plan B都忘了 那你说这个Plan G Science能记得 肯定记不得 对吧 所以可能有一个 潜在的Plan B是什么呢 叫Plan Backwards 就是Science后来 一圈掉了四个位置 叫做Plan Backwards 那看起来他记得还挺熟的 但是实施了 对 但是咋回事呢 怎么会一圈掉了四个位置呢 这边的话 其实说 每次咱们都说Plan A B C 排位不行 但是正赛 这也都还是挺好看的 那就是这里的话 我们就说Plan A B C 在这里 在近16号弯 近16号弯的时候 非常精彩的一个操作 他是假晃了一下 内线 把这个Science过了之后 去挤压了Science 从16号弯的初弯 直接就把他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 因为走了非赛车线 所以Science轮胎 一下子没在窗口之间 然后当时他本来这白胎 就已经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一下子 被身后的阿尔本过去了 就是说红牛的车手 佩雷斯和前红牛车手 阿尔本就一块来去围欧 法拉利三思 所以这个画面还是挺 这才是They race me so hard 而且是They 他们都Race me so hard 这块的话 应该我们升级一下 是Two Red Bulls intimidate Carlos 所以两个人 三思佩雷斯 到头来我觉得这俩车手 就还行 除了三思忘了这个 Plan B 这非常大槽点之外 勒克莱尔长距离 比三思快一点 然后两个人就半斤八两 第九 第十 所以看起来并没有赛后 任何人出来解释说 三思的车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所以就真的是他自己的操作失误了 对 我觉得这个 我又回去回看了 他的车载没看到出来 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问题 就是掉了位置之后 然后一连串的 你一个地方不小心推过了 没在赛车线上走 你这个轮胎会沾上很多 这样变上这种marbling 这种 我一直在这个marbling 叫胎石 就觉得特别的听起来俗 胎石 对 但是大家都这么叫 就是边上 那你起个高雅的名字 胎排泄物 英文叫marbling 对吧 像大理石鹅卵石一样的东西 散落在赛道的边上 感觉很 比胎石好听一些 对 反正你轮胎上 扎了这些之后 会短暂的轮胎抓力力不好 然后橡胶颗粒 对 橡胶颗粒 就非常叫胎石 人家多文明 对吧 你看观众素质就是高 好 我们说完了塞恩斯 再来说说勒克莱尔 勒克莱尔啥好说的 自闭了 跟着拉塞尔过不去 这我觉得唯一可以说的 就是拉塞尔的 或者说勒克莱尔的防守 拉塞尔非常阴阳怪气的说 如果这都不算是 刹车区变现 我都不知道什么算是了 这像是拉塞尔 对 拉塞尔 对 非常拉塞尔 太拉塞尔了 但塞尔会反正 没怎么调查 怎么说呢 我又回看了一下车仔 在规则的允许的极限上面 假如他没被罚 好像做什么做 好像也没什么错 肯定也应该是用到规则的极限 然后瓜地奥拉的本场比赛出现了 然后给了镜头 他在赛前还在说 他说法拉利凑理不行 我给他制定个战术 结果果然看来用得上 呱呱 要不然你来出来给大家指导一下 我来给117科普一下 瓜地奥拉的地位 现在有人说他可能是足球史上最成功的教练 所以说他在制定战术上面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所以可能法拉利确实需要这样级别的战术才能挽救自己 我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提议 就是我们可以本期节目结束了之后 放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送给法拉利 法拉利的 我们每次聊到法拉利都是 不管前面后面聊的是严肃还是专业 中间都是欢声笑语打出忌计 对确实是 这样的话也想到三思 Plan B记不得是什么东西 欢迎来和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来散出一下 还有这种 这不是加强一下气味吗 我以为你要surprise我 我们接到广告了 我们这是来尝试 说完了法拉利 下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 还有威廉姆斯三大车队回归了 你看谁没回归的 就差你了法拉利 法拉利总体来说 我们看以年来看单位 法拉利总体还是在哪 除了2000年还是在线的 但是就说这几场 法拉利 人家威廉姆斯都比你强 怎么回事 说威廉姆斯了 别憋了 憋差不多 留着下期再说 我们来说阿尔本 其实阿尔本我们说到现在 说啥 就非常精彩的发挥 对吧 然后让胡诺那边说 很可惜阿尔本的合约是到25年 那就是人家开的好 然后再加上James Wells这边领队 非常的有团队的凝聚力 光听非常如天鹅融一般的声音 在这个语音里头对撒金特说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是你最棒的一次完赛成绩 对吧 阿尔本这个第11 然后加上之前阿尔本的第11名 意味着他们现在虽然跟哈斯平分 但是他们会在前面 因为有一个有两个11名在这 我觉得阿尔本现在的情况是 就是威廉姆斯虽然说有提升 但是他所展现的实力 还是一个更明显的结果 所以虽然说红牛觉得很可惜 现在阿尔本没有席位了 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排除别的车队 会考虑阿尔本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对吧 法拉利是不是也可以考量一下 或者是我觉得马丁其实是最需要阿尔本的 对需要一个来好好挑挑车 对吧 然后不怎么太出叉子的车手 这块的话我在这个周末 也听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讨论的点 就是这些车队他们在选车手 一是看成绩 成绩我们大家也能看得到 但是我们大家看不到的是什么 是这些车手在车队内的 不管是模拟器 跟工程师的交流沟通 对研发的这些贡献 很明显阿尔本这方面口碑是相当高的 不论跟他合作过的人和车队 不管是之前红牛还是威廉姆斯 还是之前韦斯大帆说 都是阿尔本 非常棒 一级棒 挑模拟器 这个杠杆的对吧 但是是不是也是 比如说劳森 我们看他这个低组别赛事成绩就还行 但是不是就是在这方面 劳森 对 你现在拿一个新人上来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在围场里面已经有这么靠谱的家伙 而且明显他的工资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Why not 对吧 这个红牛的话 这个席位 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感觉真的是暗博永多 而且很多的这些棋子已经到位了 就差这个马尔科那一通电话 就到底来决定 目前看起来 反正这周马尔科又恶心了一下 自己的两个车手说 这个佩雷斯的正赛表现还不错 尤其是跟德富里斯比起来 就是回到了哈斯问题 就是马格努森即使比格罗斯让强 强但也不代表你就很厉害 所以你们最后都会被开除 这句话也是 佩雷斯虽然好 但是他只比德富里斯强 所以两个人可能最后都要白白 这也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 对所以 然后目前除了我们一直在说的 李卡多什么劳森之外 然后这周又多了一个新的消息 是有可能传言 帕拉 就是我们上周聊过的 这个印第卡目前非常优秀的 西班牙车手 这个有可能去考虑代替 德富里斯的位置 你觉得他会来吗 我觉得假如有位置到 他肯定会来 否则的话 也不会那么积极的去参加 这个麦卡伦 对吧 他是跟麦克拉伦签 他不是跟麦克拉伦 Aeros的IndyCar的车队签的合同 所以说之前包括来麦卡伦这边 去跑之前FE的测试 也都是向我们大众展现的 说这位车手 在IndyCar对吧 拿过一次IndyCar总冠军了 而且今年看起来也是 稳稳的在握 所以 这个IndyCar你冠军拿完了之后 那不就是尝试一下 世界上最顶尖的赛车运动 毕竟FE名声赛车 人家美国人可不愿意 你怎么你FE就是最顶尖了 你那比赛有人看 有人看 但都把人无聊死了 对吧 IndyCar都有意思 有意思 但是的话 你从IndyCar没见过是谁 去了IndyCar之后怎么怎么着 然后还能去到 再往别的地方留 就是到了FE 就算是像之前格罗斯让 或者说霍肯伯格 或者说这种这些车手 他们也许没有在FE中 有那么优秀的成绩 但是这个舞台在这 你不管是往WEZ发展 还是往房车 还是往IndyCar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 美国人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 对吧 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需要解决的 所以说他们可能觉得IndyCar 可能唯一你IndyCar强的只有叫NASCAR 对 NASCAR的话 我们之后其实可以好好入门一下 NASCAR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项赛事 这两年好像有盘活起来一点了 前两年确实 对 它第七代的车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下次再好好聊 但是我觉得不得不忽略了一个 不能忽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还是红牛这么多年还找不到2号车手这个问题 红牛对吧 轻讯现在下面又开始堵车了 F2里面今年6辆 还是7辆红牛的轻讯车手 然而你依然找不到一个 甚至能够给维斯塔潘打一个好的下手的车手 这个问题不光是说 首先佩雷斯不是红牛轻讯 那你现在红牛轻讯手里面有的人 你比不过诺里斯 比沃皮亚斯特里拉塞尔老汉就不说了 对吧 然后你法拉利的勒克莱尔 好不容易塞尔斯是你红牛出来的 你又没抓住 你说为啥要把塞尔斯丢了呢 塞尔斯现在在我们假设 他跟佩雷斯的成绩可能差不多 但人家的排位赛确实比佩雷斯肯定跑得好 而且人家还年轻 对吧 有一些优秀的车手 你还把它丢了 然后你自己还找不出更好的车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尔科 真的是可能功高盖主 没有办法去批评他 确实这个挖出来了维特尔 挖出来了威斯塔潘 同时还有韦伯严格意义上说不算 但是有这个黎卡多 对吧 而且塞尔斯其实我们现在看在法拉利的成绩 也是绝对是一名优秀的F1车手 所以尽管这个功成名就 但是现在的这个局面 好像也确实是红牛算是一手自己造成的 把等效把李卡多 因为就算李卡多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理论上也应该会比 反正至少我觉得李卡多的上限 还是要比佩雷斯稍微高一些的 对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反方向的问题 就是现在即使有点能力的车手 他也不愿意去红牛当二号车手 这个坑就是一个诅咒 谁去谁完蛋 谁脱离谁开心 只要离开了红牛二号车手 阿尔本混得很好 加斯利混得也不错 然后佩雷斯原本混得挺好的 然后去了红牛 现在慢慢又混成了这副德性 他要是拿不了二号车手的位置的话 你说他还会去别的车队友好的发挥吗 可能可以去阿罗代替一个波塔斯 但是两个人差不多大 所以也没什么意义 对 两个人都其实挺接近的各方面程度上来讲 所以说这真的是 坑 真的是天坑 这唯一一个 你要说李卡多是离开了 然后结果还回来了 对吧 所以 哎呀 这个是目前来看真的很无解的一件事情 对于红牛来说 我们老提说红牛其实对诺里斯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韦斯塔盘好像也很乐意 诺里斯来至少外界表现出来的很乐意 诺里斯能够来红牛 但是诺里斯不得意 对吧 你来这儿 你说怎么能够让红牛把诺里斯搞来呢 给他开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就是 韦斯塔盘得签一个什么退役保证 如果我要30岁不退役 我就给诺里斯赔5000万美元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 那5000万美元对于韦斯塔盘 一个亿 一个亿 我保退役 这因为它不只是钱的问题 还是对于一位车手 毕竟到这儿了 这个钱都赚不少了 特别是什么诺里斯 韦斯塔盘 这更多的还是在看你的名声 韦斯塔盘现在该 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 算是第三个世界冠军 基本上是也插不离了 在之后 这还能有任何的悬疑吗 对 我想到一个 我们上一场还在说 唯一可能能吸引诺里斯来红牛的是 他可以在红牛夺冠 因为现在他的麦凯伦 虽然是一号车 可能夺不了冠 但他上来就啪啪啪打脸 人家这场又差点夺冠了 这个说明我们也奶的很准 对 我们这就是精准的奶 所以 预判了一个问题 是的 这真的是无解 我觉得就等 反正再过两周三周 也就到下修了 下修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这种 车手变动的新闻 然后这种新闻 一般都是一个新闻出来之后 都是像多门诺果派一样 就一连串的 就互相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但是同样可以拭目以待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的 可能是明年 可能是后面 F1大电影 这个 整个中 我都在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但是好像这个 官方的转播 好像一点都没看见 这藏的相当精准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是怎么回事 估计就是要一直去 build up这种悬疑感 现在这个电影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 其实能够确定的 比如说因为他们身上的队服 都已经写出来了 叫APEX GP 所以目前的电影说 他们的暂定的名称 会叫做APEX 对吧 这个名字起的 就还行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双关 同样是弯心 也是顶点 对吧 所以 对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种电影 一般来说会经常改名的 他们可能谁要觉得 哪个领导觉得自己的 就想了个天才的主意 可能又会把这个名字改掉 然后本周末 现在唯一流出来的几张照片里面 可以看到皮特和另外一个演员 叫做Damsen Idris 两个人 然后只有塞恩斯 在他们拍的每张照片里面 特别明显的穿了个红色的衣服出现 所以可能跟所有的人都说 你们假装他们不存在 你就正常跑就行了 但是塞恩斯还是偷偷跑去抢劲了 我其实很好奇 他们应该会是怎么样 把他们拍的电影的画面 来去融到F1的现场 因为我听了皮特跟布伦德去采访皮特 他也是说到 想去打造出一部最精彩的 最真实的F1的电影 对吧 导演Joseph Kaczynski 也是提到说 霹雳神风 就是Ground Prix 村长做过万字长文解析 大家如果有兴趣 其实他们一直 所有的制作流程跟想法 都是照抄60年前的霹雳神风的 你要想看这个怎么拍的 你就去看我那期节目 就搜霹雳神风 其实非常的像 我这视频下面链接 其实也有指引 有引路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部视频和电影 所以说他们假如是说 因为这里皮特也提到 说他们的剧情 大概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 在八九十年代 跑F1比赛的车手 就是皮特所饰演的角色 叫Sony Hayes 八九十年代 那还真的是符合皮特60岁的人设吗 你看皮特拍的视频 其实你要把他跟阿龙索摆一块 你让一个不认识 就不知道 你真不一定选谁了 这是马格鲁森 看起来都跟皮特差不多 所以 那八九十年代 跑过F1的优秀车手 那把普罗斯特拉来都能演了 对 这皮特还说 我这到时候应该 布伦德 Brandall 你应该也来出个镜 出一个彩蛋 对吧 所以是过了很长时间 退居二线去跑别的比赛 因为受伤 然后结果时隔多年 又重返F1赛场 来带这个新人 新人是Dampson Agers 演的这个车手 那他们是组了一只车队 叫Apex GP 然后是我们看这个牌 你是剧透 是不是 不过现在不好说 是不是人家出来 就是公关的剧情 但反正我们赛道边上 能看见这个牌 大家也能够 所有人都能够见到 是什么 是第二十二名 就是看起来确实比较逼真 你随便传一只车队 确实也就是跑21号22 叫做拍的是马泽平的故事 就是20只车手拍出第21名 只有他做到过 确实是9号 然后 然后 他们的整个不景格方面 倒是极其的专业 因为首先他们的制作人里面 除了杰瑞布鲁克海默 就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就是加勒比海盗系列 还有皮特自己 还有汉密尔顿 以及奔驰官方也给了很多的支持 所以说他们整个P房里面非常高科技的设备 然后大屏也都非常的精准 但是里面被网友发现了一个槽点 就是他们显示皮特的赛车的Curse的输出能量是40万兆焦 40万兆焦是多少的 大概相当于95吨TNT的当量 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爆炸型的赛车 这是一个战术核武器当量 顺便给奥文海默做一下宣传 都是好莱坞这边大片互相来去饮点流 这个我其实很能理解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也会嘴霧 比如说千分之一秒 但容易脑子不小心加换了个单位 就变成千分之一毫秒 对吧 千分之一毫秒就是10的-6次方秒了 这块也类似 他肯定是想写40万焦 然后但是后面突然加了一个M 对吧 因为F1的话单圈的回收跟输出限制是4兆焦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行为 对非常爆炸性 就是多加了一个M 所以多了10的-6次方 所以也能理解 这个后期调了就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希望这个能够给法拉利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车怼到第一名去 有40万兆焦的能量 除了目前公布的演员皮特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还有一个黑人的演员叫做Dampson Idris 然后他其实看着挺年轻的 但可能是跟皮特比 但其实这个演员已经30岁了 之前倒是没有演过什么非常著名的片 只演过一个剧叫做Snowflake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看过 反正我是没有太看过 不过让我更激动的消息是说 他们的演员 对还有Harvey Bardem 我真的超喜欢他 超有味道 还有他长得真的特别像阿隆索 然后他也是西班牙人 对非常经典的 他会饰演一个 Harvey Bardem演过什么经典的电影 孙长哥们 对我最喜欢就是《老无所一》 然后还有当时演《五叶巴塞罗娜》 跟后来成了他老婆的Penelope Cruz 和Scarlett Johansson 演这个3-some的剧 有3-some吗 好像没有 就是三个人 对这就是很难描述的一个电影 剧情怎么着 你要自己去看 反正显示了这种西班牙人 对于个人生活的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而且还有Skyfall里头的大反派 对他演变态 真的演得非常的到位 好然后还要让我很期待的事情 就是他的编剧 这个叫Erin Kruger 你觉得怎么念呢 Kruger吧 Kruger Kruger 他之前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 写过《变形金刚234》 和《Top Gun》的第二部 Maverick 我为什么很喜欢他 是因为他写的东西 总喜欢把一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和一些虚构的剧情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在《变形金刚》里面 写阿波罗登月的计划 是去为了发现变形金刚 留下来的那些能量棒什么的 就是这种 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看内容的方式 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基于现实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我也很期待 他对F1足够现实的这种拍摄了之后 能够加入什么样更刺激的好莱坞式的剧情 就是这种 我们其实很多电影或者剧 也都是有用类似的手法 比如说《Watchmen》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算是前面历史的线都是一样 但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对我也特喜欢《Watchmen》 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他跟我们现实经历了这一条历史的线 他有一个分叉 然后来去探索 我们这个算是什么 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头的可能 所以我们能猜测这里是干嘛的 这两位车手新的这支车队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变黑了 我又说了什么不能说的 今天的意外真多 好 我觉得这个电影目前看起来 不管从制作的水准 还是从整个crew来说 都非常爆炸性 包括从他千交的能量上来说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令我个人觉得有点怀疑的是 它的发行方 其实很多人当时在想 在抢这个项目 但是最后是Apple TV 这个Apple TV Plus 是一个苹果这个公司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发行的之前的电影 其实都很一般 而且他都发行的是一些中小成本 他发行过的最大的电影 也就是去年 Will Smith演的一个叫Emancipation 这个电影也很一般 所以说他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电影 能够做好他的宣发 是我比较怀疑的 其实这个电影的宣发有多重要 我觉得可以从今年的一个很好的作品 叫做马利奥大电影 这个片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水平其实一般可以说 它的整个制作的 但是它是今年目前的票房排行榜第一 全世界的票房已经卖了13.5个亿了 这个跟它的发行方环球的能力 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对于这个电影最大的怀疑 对Apple TV Plus最著名的是什么 就Ted Lasso了对吧 然后什么 它是剧吗 它今天这种电影是需要 你不可能只在Apple TV Plus上面 它是会在院线 我记得看消息说是这个电影 它是肯定会在院线上的 然后之后的话才会应该是 毕竟是Apple TV Plus来去做制作 应该也会有最先的上线的特权 所以期待一下 因为反正你现在才在拍这些实拍的话 他们现在剧情应该写的差不多了 现在拍实拍 加上后期制作怎么着也得一年以后 才能够见得到 那就是24年的年终 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时期 对 这个电影的好处 可能是它的特效并没有特别的复杂 不会像比如说阿凡达 《变形金刚》那种后期做十年 就是三五年的那种情况 拍了明年就能上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对 它也许比如说 把边上的什么图 把车上的字 什么之类的来去改一改 但是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 就是看这几个人 跟比如说在今年 假如它真的是设定成平雄宇宙 那就是2022年多了这么一支车队 威斯塔帆在这又是毫无意外的得胜 然后这块的话 他们跟小周还有波塔斯在这 为第18名和19名 较量的打得你死我活 对吧 他们如果老是第21 22的话 可能会电影里面有很多的 什么角田 德弗里斯 周冠宇 波塔斯的剧情 波塔斯会在里面影响剧情的发展 对 因为假如是在前面竞争的话 就跟阿洛这两个Alpha车队没有关系的对吧 但是在最末尾的话也许能多点镜头 那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让你假装可能忘记二三赛季 真实发生了什么 就让这个靠辛斯基继续去切一条平行世界线 以为2023年可以是多么精彩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点 挽救比赛的方式 也许开在前 骑车手伤的不是斯托洛尔而是贝斯塔潘是吧 这个不错 好 OK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内容 就这些 如果大家想问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大家假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来一个五星好评 然后假如想去收听抢先听版本节目的话 可以来去加入洗米团会员 这样的话能够在明天 也就是周二的早上 听到新鲜热乎的比赛回顾 来我们先把刚才那个大佬的 这个我见过最大的SC聊一下 是多少是100块钱还是 100块钱 好的 好大 好大 受不了了 你得忍一下 没见过确实 It's a BBC 稍微有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感谢这位朋友的 反正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 你先找一找那个SC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怎么那么多问号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电影的剧情会是什么样的 对吧 就跟我一样 所以说打了很多的问号出来 我觉得这种电影 其实是一个比较全新的尝试 虽然说60年前有人拍过霹雳神风了 但是其实在各个体育项目里面 也拍过一些这种基于现实情节的电影 比如说什么 这个《一求成名》这种 但是实际上如此大规模 如此贴近正在发声的比赛的电影 确实是一个 在我拍脑袋想是没有想到的情况 所以再加上 其实我们这几年看到电影市场里面 这些体育题材的电影 拍的也越来越多 而且确实也越来越不错 像之前我看中国女排 对吧 拍的叫什么 好像后来改名叫夺冠 拍的也不错 陈克星导演 对 好的 这边的话 我们来先回复一下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感谢 这是为爱的Superchat 说 结合之前 比老师说奥迪是小丑 再加上后面传出来动力单元 研发进度落后别家 至少半年以上 再加上换了CEO 你们看好奥迪的前景吗 我觉得村长之前 总是没有那么看好 对吧 对 所以只有比诺托能救奥迪了 现在 直接让比诺托去奥迪当CEO 对吧 这个可以解决一大问题 奥迪的话 这个是一个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确定 因为 我记得看到过说 这个什么 奥迪他们研发的进度 有一点落后 但是也看到过说 他们现在毕竟单缸的 这个动力 样机 其实已经出来了 然后也就是一两个月前 说这个进度还是挺满意的 我是觉得奥迪亚 刚来的时候 你成绩不要太好 其实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一上来 就跟当年的 谁一上来就这么爆炸 比如说布朗基辟 对吧 这种突然一下 就带来了这么强大的实力 你肯定会有大量的诉讼和投诉 对于你来说 这不会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新的团队来说 你上来 因为他可能会从各个角度 比如说你肯定从别的车队挖了很多的人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 到底有没有带来一些 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侵犯 这些都是可以告你的点 所以说不要一上来 就树大招风 你先慢慢蹉跎个两三个赛季 再去慢慢提升 这样的话被告的风险 其实就会小很多 我觉得用布朗GP来举例子 因为毕竟之前是本田 而且砸了那么多钱 所以说代引号的一支新车队 但其实他的背后 还是Brackley 还是本田的这些基础在这 你要说有什么例子能够是一来 然后就 有什么一上来就爆炸 BMW跟BMW索伯 当时06年进来就还不错 07年和08年 那个是因为威廉姆斯的合作 在对于宝马来说 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所以说他们希望对于车队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且当年那台宝马的引擎 不用说就是最牛逼的 因为宝马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砸在引擎上了 大家当年巴顿就是为了引擎员们想去宝马的 所以说但是他后来就 当时还陷入了一些娱乐舆论的纷争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上一个带来技术爆炸的车队是宝马 对 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 好像你说最近一次加上来新的车队是16年 是哈斯 对吧 哈斯这很明显是这种东拼西凑型的 对吧 啥便宜 怎么便宜 我特意没这么说 没听你说了 太大 来来来来 砍一刀 帮我砍一刀 对 就真的哈斯当时 我觉得这个梯姆很适合去赞助一下哈斯 对吧 就是在我们梯姆上面 就是拼多多的海外 你甚至可以凑出来一辆F1赛车 人家卖这个机床 其实能够赚钱 你知道那天我去看那个梅奔 他们发了一个官方的就是Factory Tour 来去带你游工厂 然后一个人 他带大家讲解的一个人是非常机智的站的 把CNC的logo给挡住 然后稍微动一下 你看这哈斯的 对 这个哈斯的机床还是很好的 跟他的车队的性能不是特别的成比 所以说我们说奥迪的话 奥迪很有赛车方面的经验 但是对于F1 特别是这个动力方面 这些奔驰宝马 本田 雷诺 花了这么长时间去研发 去钻研的情况下 你看本田从15年进来 是一直到了19年才差不多 一直到了20年才真正的有竞争力 对吧 5年 奥迪上次跑大奖赛 就是F1 不是大奖 F1还是大奖赛 那是80年前的事 他的经验是80年前 人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 所以说就是理性不乐观 能这么说吗 但反正 对他上次还不叫奥迪 当当年叫Auto Union 对 还不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四个圈 好 我们说完了这个Superchat 这里感谢TSBDYXZ123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说能不能好好的考打一下阿罗 让我们解解气 那说完奥迪之后 就来说阿罗 这里 首先这小周 这个咱们是能确定吗 他这个又是晶片膜 我觉得他要的不是理性分析 他就是要考打 阿罗 想想这怎么考打 要这种是吗 对 什么他妈晶片膜都搞不定 连续两场 你车队干什么吃的 一个眼镜膜 你都老让他飞到这个晶气口里面 你就不能稍微想想办法吗 你就不能跟那个老人晶气口的 你这场 你别死了 你死了至少能够别扔我们这个晶气口里 你表示一点态度 对吧 这叫考打 我们这就有考打阿罗 对 这个速度确实不达地 但是 对 你卖吸尘器去吧 这 怎么说 晶片膜这个东西算倒霉 再加上这个 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着 因为阿罗 你发现没有 流出来的信息 其实非常少 他们这种也不怎么做这种视频 没有什么深度 你看不像霉奔 或者红牛 我最近看了个视频 你先说 就是 对 这个嘴比较严 然后 其实另外一个特别值得考打的点 因为小周这边 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这 对吧 你这个膜 这确实倒霉 连续两次 也应该看看 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案 对吧 虽然不要求 不强制 晶片膜必须要放车里 你这为了考虑 你别再一再二再三 你下次比如说 沾个边上 或者揣兜里 对吧 虽然不方便 另外那个是什么呢 这伯塔斯没油了 你说这个 而且他们之后说 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问题 大概率就是人为算错了 或者加错了 就人死了而已 并没有什么外伤 哎呀 伯塔斯已经够惨的了 他跟小周 今年这个 你说我们 我们也是表示 这个很优秀的两位车手 怎么就这么 当时莱克宁 这还算还算好的 是吧 没有了 然后 对 我想到那个 我看到的那个视频 阿罗的是 阿罗最近搞了个 110周年的什么庆吧 然后拍了个视频 还是小周去演的 反正就开了辆阿罗的赛车 在那说我们赛车基因 但是最搞笑的事情是 首先那个车 阿罗这个车队 其实跟阿罗没啥关系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只是冠个名 其实索伯 而且他开的那辆车 还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11还是12年的 因为他那个 还是个大嘴进气口的 那个时代 就是高比翼的那个时代 就十几年前的那个FA 那个时候 你也没有你阿罗啥事 那个时候人家 人家是索伯 还是就是索伯 你这过来蹭的 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 所以说考打了 阿罗还是挺简单的 阿罗这个就是 一顿操作猛如虎 大哥12我15 这个就是一句话 总结阿罗的周末 我们考打完了阿罗之后 来该编试一下马丁了 马丁两个部分 阿罗所没啥可吐槽的 赵船开 这车是不快 但是另外那边 虽然我之前老实说 斯托尔天花板 不算特别的低 但是地板 真的不知道 都看不见底 这咋回事 这周末开 就是斯托尔呢 就是那种 你特别觉得 就是孩子 你想夸他一下 他也表达了一些 就是那种比较好的特质 但是你只要稍微夸他 那么一下下 他就立马回去 把桌子给掀了 就是那种 根本扶不起来 太难了 怎么说呢 这一场里头 首先排位赛里头 没有进这个 我看他是没有往前 晋级到 排位赛里头 斯托罗尔是第12 然后奥康是第13 其实这个的话 能够从这两个家伙 在最后堵车 两个人互相 都把对方给挡了 能够来说清楚 所以说这两个人 都算有点不走运 因为确实这都是 近Q3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正赛里头 正赛里头 其实斯托罗尔的长距离节奏 要比头哥还是要慢挺多的 斯托罗尔的话 差不多是开到1分33中 然后头哥是1分32中 到1分32为左右的 一个长距离节奏 还是差挺多 然后这节奏我们慢 就不说 跟加斯利的这一个碰撞 对吧 本来奥康已经退了 已经够伤了 这边 对 你说你撞的 这是啥 这完全开成了这种 F2了 F2有个类似的 F2现在都少了 这种斗气车 已经是完全属于 就是马泽平开F2 这个到严格意义上 不叫斗气 我觉得就是说 能把它归因于 这个叫什么 你说它是莽吗 我觉得不只是莽 它就是出了赛道之后 着急回来 上了相差路间 弹起来了 这个算是操作 这个技术低 能够归因于技术低 不要归因于恶意 这块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于车辆的判断 他们都说法语的 对 我觉得这种斗气车 或者说不是特别的明显 什么明显 比如说去年新加坡站的拉塞尔 那有点斗气 或者说18年的新加坡站 发现没有新加坡 确实形象就特别的形象 感觉气就出来了 对 所以说碰撞 这真的没啥可说 这本妥妥的5秒钟 然后比较惨是让加斯利 就直接是撞坏了 应该是转向的悬挂 所以说直接就退散了 不过撞的那一下 倒是很精准 我逆想当中没有这种 就是撞一下 就能正好把人家给撞坏的 这种非常的精准的手术刀一般的碰撞 对 所以说啥呢 或者说马丁赶紧 马丁反正考打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观众也不会希望我们考打阿隆索的 对吧 阿隆索没啥可考打 比如说阿隆索或者韦斯塔潘 他们开成什么样 我们就知道这车大概是什么样 不会存在说 有可能没有压榨出来车的完整性 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对吧 韦斯塔潘或者阿隆索开成什么样 这车上线也就在这了 我们说完马丁 我们可以来感谢一下旅行的小专门 这个朋友的Superchat说 能不能聊聊周冠宇续约的新局面 PS存在说的BBC是什么的缩写 他刚才又说了一下 他打错了 他说是村长说的BBC BBC是谁 英国广播电视台 英国广播公司 BBC我们一般 因为英国广播公司 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电台 所以说我们一般就聊一些 非常的悠久这种 就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也会把它称之为 这个非常的BBC的这个情况 对 不仅历史长 其实纵深这个宽度 我们也能够提到 所以对 然后英国最近的这个移民也越来越多 然后有很多的少数族裔的出现 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 对吧 就是有一个黑人的主角 所以说BBC 最近也在拥抱这种少数族裔的文化 所以当我们再讲到BBC 一般会代表非常悠久的历史 和一些有一些黑人文化的包容性 在这个里面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我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 周浩宇的许约新局面 这个有点没啥变化 这个每次都要提这个 但是我觉得没啥变化 因为波西尔依然 波西尔这周在正赛还行 我们来正好聊一下 本周F2这个情况 就是看波西尔这周怎么样 波西尔这周就还不错 因为他正赛拿了个第三名 而且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目前积分榜 依然排在首位的Vestee 冲刺赛拿了个冠军 但是正赛的时候 被那个豪格给一个追尾 直接给顶退赛了 这豪格真是不行 F3冠军 他是最水的F3冠军了 可能是 然后呢 这个Vector Martins 是Alpin清训的 然后法国人 也是波西尔的队友 本场表现不错 正赛拿到了冠军 而且他当时拿了个5秒的阀石 但是最后跑出了5秒开外 6点几秒80天 然后夺冠了 这个不错 所以说呢 在本周末之后的F2波西尔 目前是这个跟维斯蒂的差距减少了 现在只有6分的差距 所以这个对于小周来说 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但是影响感觉也不大 对 因为主要是现在F2赛季已经过半了 所以说 我觉得对于车队来说 比如说索伯他们 其实波西尔这边的实力 跑了两年半F2了 大概也有一个数了 所以说 假如他们觉得波西尔确实有这个潜力 那其实也 对吧 也应该能上 不管你拿个第一还是拿第二 你超级大照积分是有的 重点是在于 这个车队觉得你有没有这个潜力 因为不是所有的F2冠军 都进了F1 对吧 也有可能是进了F1 但是 对 皮亚斯特里 不是 那个波西尔即使今年拿了冠军 他也是第三年的F2冠军 所以大家再次提醒 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叫德鲁哥为题的 也是个F2冠军 也是跑了三年 现在还没席位 并且没有出现在任何席位传言当中 对 所以就是这个低组别方程式 这个多久能拿出来成绩是特别关键的 你看现在比如说 佩维兹 然后塞恩斯 还有谁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没有拿过这个F2 或者F2级别的冠军的 周冠也没有拿过 但是我的感觉是 那个是以前的事了 就是你现在在F2成为了F1 唯一的赛车手来源的情况下 你拿到F2的冠军 可能是你能够拿席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 虽然他也不能guarantee 所以说你看矫田其实也没有 对吧 矫田最后是第三对吧 2020年的F2 所以就是但是矫田那第一年 而且这么年轻 这个就看你这多快出成绩和这个成绩多亮眼 就是假如你就第一年 然后结果你超年轻 比如说你是03年的 这个拿了一个拿了一个第三 那也能说明问题 萨金特其实去年能上来 也跟他是第一年跑 就拿到这个成绩的关系是最大的 而且这周了之后的 皮亚斯特雷的表现 会再次让所有的能够 就车队老板们发现 其实还是天赋最重要 这个能不能一年拿成绩 是比别的要更重要的 对 因为你想假如 德弗里斯也是F2冠军 对 我刚才其实都没有提到 这边的话 德弗里斯这样跑三年 F2冠军 然后包括之前的帕尔默 帕尔默也是GP2冠军 但人家跑了四年 所以这种跑了两年以上 才拿到冠军的 最后我们看 其实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 进到F1了 以后没有太多这种优秀的发挥 所以真的是再次验证了 得快速拿出来成绩 有人说比尔曼 比尔曼怎么样 你觉得 是不够稳 比尔曼还是太年轻了 他的情况 我觉得会和Victor Martins比较像 就这两个车手的风格 都是属于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有绝对的速度的 但是他对于如何控制好自己的下限 还在学习当中 严佐布梦的话 这三场比赛里头 其实就上一战里头拿了一个第二 对吧 正赛里头拿了一个第二 严佐是运气差一点 他那个正赛也是 反正他远佐的话实力还可以 但是这几场的运气 总归都是稍微差一点 就相当于现在的话 F2 F3就没有一位车手 是你一眼就看 这小子绝对是F1的料子 没有 就算是前面的VST 也就感觉 应该还行 对吧 就是都没有吊打别人 你想 皮尔斯特里的话 进到F2 上半年就是还在摸索 但是到最后 他找到手感了之后 那真的是对吧 五连甘位 而且正赛里头跑下 根本没有人能够咬得住他 所以说 这种一看 特别是在当时 Piaster里是20 21年的F2 特别是后半段 22年 21年 在22年 米克是20年 对 米克也是F2的冠军 所以说光拿F2冠军 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我们说完了 Superchat之后 我们来感谢 这里是 这边 尾山奇小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请问117和村长 平时开什么车 我们不是刚开过了 大家也是让我们解释一些缩写 我们平时都开这种车 对 这个问题你想聊吗 还是比较private 我没那么想到 你想分享一下 我倒是不太care 但是我平时确实不开车 我平时 对 我有一辆车 但是我基本不开 因为北京实在是太难了 为什么我昨天直播又迟到了 我真没想到 在家门口底下 就那个U-turn 给我堵了20多分钟 在北京 真的是 我觉得在任何的大城市 而且我发现不光是我 基本上我的朋友里面 可能有一大半 平时都是不开车的 因为你搭地真的是太方便了 而且你可以在车上 当然很多人很忙 所以需要工作 对吧 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车上 享受一个这种非常的空闲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 如果不是生了孩子的话 汽车慢慢变成一个 并不是刚需的东西 当然的话 就对我这种住在搭车 没法到楼下的 还是 这个车还是稍微 还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享受开车 所以主要是方便 当然的话 开车带来的环境上的舒适 但是会给你带来堵车 和需要找停车位的这种不方便 好 我们这里 感谢F1Boy1998 这个朋友的50块钱的Superchat 问评价 没奔的潜意升级是否有效 二 马丁车机场速度慢是什么 问题 三 明年上海站的回馈问题 我记得你上一次 就是三个三连问题 还是他是吗 是吧 我记得 我记得就是他 50块钱好 你这个降本增效 一下就把成本降下来了 没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都来提 首先这个没奔升级的潜意 是否有效的话 我们从绝对的速度上来看的话 其实没看出来什么区别 也没有看到他们AB test 就是比如说 拉萨尔用旧潜意 老汉用新潜意 然后来去对比一下 对吧 也没有太怎么这样跑 就是一套新的升级的潜意 我没看到什么 他们提到这个潜意会快多少 慢多少 也没看到他们说到底有没有效 所以这个不确定 马丁这一场速度慢 怎么情况 马丁其实我们从年初的时候 就说 从80站 包括沙特其实也说 马丁的话 他们这辆车 刹车特别猛 弯道中低速弯 非常强 所以摩纳哥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预期的 对吧 投歌 摩纳哥的速度 是完全可以夺冠的 只不过是运气加上战术稍微差点意思 所以说没有拿到冠军 我觉得今年的F1就是一个很卷的时代 如果你不跟着卷 你就很快就被落下去了 所以说马丁今年上来的水平 其实很明显 他是第一个开始卷的 但是他有点懈怠了 当别人开始继续升级的时候 他好像没有这么多 他也升过一次级 但是他就没有这么大的提升了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马丁的成绩下降 我觉得更多是别的车的提升所带来的 如果你把马丁的车 比如说跟 Let's say 阿罗或者是小牛 做一个绝对值的对比 他应该还是很快的 但是别的车上来了 对 你看这个 你要说卷的话 阿罗和马丁 不是阿罗和小牛不也都升级了吗 只不过升的 没什么用而已 就是大家都在往前进 你升的 你提升不够多 你看这个 不管是Lping 还是小牛 阿罗 你就会往后 显得往后退 所以说马丁的速度慢 一是这回事 他升级可能没有像麦凯伦 在季中升级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吓人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赛前 季初的时候就说 其实猜到了 马丁这辆车 在这种动力很占主导地位的 奥地利战和这种高速的英国银石赛道 其实以他们季初的赛车特性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适应 所以说下一站 理论上马丁应该会很强 假如他还不强的话 就说明看起来这个升级 确实没有跟上别的车队的节奏 然后为啥 你觉得下一场马丁会很强 因为匈牙利 因为匈牙利 马丁 对马丁其实一直 一直都还不错 你想这个21年 这差一点 对吧 这个带引号的第二 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的事了 现在 我觉得还是很看赛道特性的 你看麦凯伦 我觉得麦凯伦 下一站可能要 不对 下一站麦凯伦 应该会带悬挂的升级 所以他真的有可能 麦凯伦会持续提升 但是 还有皮亚斯特里的 潜艺升级 我觉得要好好看看 他能不能把诺里斯也超过 毕竟诺里斯只是个FR第二 是吧 第一是拉塞尔 真的是 你说现在 可能是十年一遇的 这种2018年的 这一波F2的人 对吧 你说2018年里头 F2里头有 五位车手进到了F1 有阿尔本 诺里斯 拉塞尔 小周 还有德弗里斯 对 小周也 对 小周也在 所以 OK 明年上海战 对 那年 上海战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明年上海战的回归问题 他回归了 然后 我先插一下 18年还有拉提菲 六位 他走了 没事 18年没有小周 19年才有小周 对 我说错了 19年 对 所以还是四位 那也很不错 对 受惑 OK 上海战 上海战 啥问题 好像没啥问题 上海战的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明年上海战的回归问题 这是啥问题 回归问题 问题是你们赶紧抢票 这不是其实也不太需要 如果有 我觉得需要 是吗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至少在上海区域范围内 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 对于四年 也没有举办的比赛的 大的期待值 我觉得可能都会造成票 会溢价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是个 黄牛市场 极其严重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另外的缘由 而且江浙户地区 本来人又多 对吧 又有钱 过来 而且最近几年 可能形成的一个新的趋势 是网红打卡 对吧 小红书和抖音的崛起 可能会让去 这么一个国际型的大型赛事 去打卡的意愿 对于很多很有钱的 对吧 网红来说 也会是一个 非常愿意抢的事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需要抢票的 我也是 就算这样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纯粹的赛车 但是能把热度带起来 对于这项体育 我们说出圈和推广 还是有利的 好的 这里的话 感谢 wwwdry tfgjkl 这位朋友说 为啥 护目镜膜事情 最近这么多 22年之前都没有 其实之前也有 只不过大家可能 时间久远 之前莱克宁就有过一次 自己的摸摸进去 当时19年 我记得是 自己进去了 头哥21年 你觉得这个地校车 会让这个更容易吸 更容易suck 对 比如说以前不是乱流更多 今年的乱流不是少了 所以说会导致 飘出来的东西 都往一个方向走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 而且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什么呢 因为二新规最大限制的一个点 就是外系 就是车往外产生的气流 不管是之前前翼的端板 产生的向外的气流 还是这个破风板 导流板这块 产生这个来去帮助 前翼产生的涡流往外走 这样的话 车手撕出来膜之后 它应该随着这些涡流 就顺着往外跑了 但现在的话 限制了这些 因为各种各样的角度 前翼端板的角度限制 然后破风板这边 它都是有严格限制 朝外的角度 不能超过多少度 也就意味着 没有能够做出来足够多的外系 理论上来说 对于赛车竞技 应该是好一些 但是看起来 有可能是没有足够多的外系 导致了摩尔又吸回来了 对 而且其实22年的新车 我们前两天在说 澳大利亚 不是 奥地利战的时候 为什么能这么容易出赛道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其实赛车的气动效率 在让赛车手 其实没有像之前 2020年的规则 以前那种底板上面开各种各样的草 其实它对于车辆的转向控制的精准程度 是有所下降的 夏奇拉 夏奇拉 这个绯闻女友 最近已经看了好几场F1了 前两场F1 其实来的是合理的 为什么 西班牙 对吧 人家在西班牙发展了这么多年 家又在西班牙 反正有房子 当年跟皮克约会的时候 后来 迈阿密 是人家现在住在迈阿密 夏奇拉 作为音乐产业的中心 对吧 但是英国 夏奇拉来英国 这个借口就不好找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汉密尔顿不无关系 两个人肯定是关系 估计是不错 但是现在具体到了哪一步了 你们觉得呢 看得出来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八卦跟线索 因为我也只看到了一些拍的照片 而且也没有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合影 大概是这样 然后到时候可以如果出票了的话 可以出一期视频来替大家解决 讲一讲在上海站如果想购票的话 对 我们到时候可以给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下了解 帮他们先看一看 如果要买票的话 哪个区域的价值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 我觉得上次 夏格是说 C看台好像是最好的 好像是 好像不是最好的 不是主看台 因为最好看的应该是 14号弯 就是 好像那个是一个 对 还有234号 那个270度弯 那里的超车也比较多 因为14号弯是这个 大直线最末端 然后 我觉得就是1415 旁边有几个那种圆不能登 那个看台 那块应该 因为我这个经验确实不多 但是那块的话 理论上来说 应该有超车 但不是主看台 那种比较贵的情况 还有就是6号弯 6号弯 但那边好像没有特别的多 Coldown Room里头 这个播客 这个点子是你想出来的吗 不是 这是我在看哪 然后看到有人说的 因为确实是 这块的话 诺里斯也是直接转了 维斯塔班的 这个图P的真好 这根本看不出来一眼 就真的好像这光线 为斯塔班说 咱们在熊牙利 下一集 对 有人问我的三连羹的flag 我这个说到做到 我三连羹肯定三连羹 我也肯定 对 就虽然说 其实我立这个flag 就是为了督促一下自己 都已经稿子写好了 没有 其实还没写好的 所以现在比较死抓狗 在这个问题上 觉得这个flag 立扫了 我也对这种东西 就是让大家都变成 对 我想接着说八卦 我想起来 有人说菲利克斯 我想到了加斯利 他们俩长得特别像 然后加斯利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葡萄牙人 巨hot She's the very typical type of那种 就是特别hot的类型 因为皮肤比较黑 然后身材又很好 就是那种典型的辣妹 葡萄牙辣妹一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朋友 是最近新发现质量比较高的 村长有能不能来个 Instagram的村长延选 我还真的有这么几个账户 不行 这个有一点too personal 对算了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好 我们来进行回答 关注观众问题 我们来聊赛车还是 不要赛人了 法拉利车手这几年会变吗 26年之前有机会 对车手冠军 26年规则 又是三连问 好 我们先说 法拉利车手这几年会变吗 我觉得 有点近 有点近 你觉得会变吗 这几年会变吗 我觉得明年不一定 我们刚才其实说三四 其实忘提了一个点是什么 虽然消息不一定特别有把握 但是有多个地方都听到过 说三四周边的这一帮人 不管是他老爹 还是周边的这一波 比较容易惹事 反正之前在小牛的时候 跟韦斯塔凡那一波 在两边两个老爹 是看得怎么着都不顺眼 所以造成了不少的摩擦 然后这边的话 据说也是 三四这边在队内 有一些 可能让大家都没有那么的愉快 我们其实在排位中 也是听到了这种小摩擦 不管是 今年就好多回了 去年也有 前年也有 就是排位中 他不给我拉尾流 他怎么不到前面来 他怎么不够让刀 他怎么插头 就是这种 跟夫妻俩吵架 但是这俩好像又 又不像是那种 我要举谁的例子 就那种比较 打情骂窍的那种吵架 但是稍微有点苦大仇深的 而且感觉有些这种 背后的深层问题 这种需要看看婚姻咨询 所以我觉得这边 勒克莱尔 我们说勒克莱尔的上限 肯定还是更高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就是塞恩斯 他也不差 所以你说法拉利 理论上来说 肯定是要勒克莱尔 塞恩斯 假如搞事情的话换一个 但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是 就是塞恩斯 如果也受不了当二号车手了 也会选择去一个中游车队 当回他的当一号车手 这个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如果法拉利下面 有特别厉害的新人出现 比如说 今年贝尔曼 估计是跑不出来了 但是如果明年 贝尔曼 以他05年的年龄 明年能够拿到 F2的冠军的话 他其实进来 直接加盟法拉利 我也不会 我觉得也是一个 值得尝试的 上一次直接从 直接加盟法拉利 又 是谁来着 或者 直接加盟法拉利的 上一个车手 是六几年的人吗 我记得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人 是Shachter还是谁来着 Jody Shachter 反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是贝尔曼 毕竟比塞恩斯要小了11岁 所以说这个替代效应 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说贝尔曼 大家可以观望一下 是一个未来有可能成为 法拉利车手的车手 还有比贝尔曼 还要在 不对 那是梅奔情训 就是那个 安東尼奥 不是 叫什么来着 Kimi Antonioli 对 他也是06年的 但是他是梅奔情训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 大概三思 他可能变动 不会是一个被动的 而是一个更多的 会是主动的选择 那26年之前车队会有冠军吗 车队冠军26年之前 我觉得大概率是 我觉得有可能 今年是哪一年 23年 我觉得2425 有可能来一个 就是至少是争一下 我觉得我们只会看到两个结果 一个是车队冠军 一个是瓦塞尔走人 就是如果瓦塞尔没有办法 在26年拿到车队冠军的话 他肯定是要走人的 有道理 我确实是 你看不管之前是 比诺托 Muricio Benny 还是再往之前的多米尼卡利 这种都是属于 风水轮班走 反正错的 永远不是法拉利 永远是车队经理 然后规则再大改之后 会有竞争力吗 这就真不知道 2020年的时候 聊2022年是什么样 你看2022年确实说 稍微展现了那么一下下 我觉得法拉利 就是会是一个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长期保持在第二第三第四 第二第三第四 第二第三第四 运气好 可能会偶尔拿个第一名的这种 如果把这个时间维度 扩大到什么30年50年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刘耀的导入手机 都也许不是屏幕了 有可能是虚拟现实里头 对 看就是是法拉利先夺冠 还是手机这个设备先被淘汰 刘耀 刘耀笑话 本周刘耀笑话 刘耀可能会 就是需要把他的这个倒计时 植入到这个皮肤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手机已经不存在了 或者什么 相先到眼镜里 应该是虚拟现实 刘耀早上醒来之后 第一天打开眼睛 睁开眼睛的 头到视网膜上 这个法拉利已经过了 6800天了 The day is 9472 days Mr. Liu Are you still waiting? 这个说要不要这个继续count on 对 这个刘耀可能每天哪儿起来 都要面临这个抉择 好的 我们这说到2026年的规则 其实可以待会提一下 就是这个维斯塔潘 他不是说吗 在模拟器里头 说26年的规则 就是一坨屎 他还说自己这辆车 哪哪都是问题的 问他你觉得哪要升级 前翼引擎 后翼敌反 都要升级 轮胎也升一下最后 然后我们在赛道中的 高速弯 中速弯和低速弯 都有提升的空间 好 但我觉得这个26年的规则 确实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点 就是 我当时那个26年 新规计则 其实也提到过 就感觉明显是 引擎 就动力规则是动力规则 气动规则 现在还没定 但很明显 到时候气动规则 要给动力规则来去找步 因为他们 之前传出来 有很大的消息 其实都是说 前轴会加进来 动能回收 但现在的话 前轴动能回收给砍了 也就意味着 你单圈能回收 而且他现在有 九兆交的限制 你单圈 其实很多情况下 回收不到 足够多的能量 所以说 很多时间下 你的动力输出 会少非常多 可能也就六七百匹左右 再加上 没有来MGU-H 你的引擎 内燃机效率 反而还会更低 所以说 你需要带的油 反而还更多了 所以说 2600的引擎规则 就非常奇怪 唯一 我就能带来好玩的点 就是 你引擎规则 现在的话 效率这么低 必须得在直线上 加进来主动气动 而且引擎规则里头 也写了 大于多少几百公里 十足以上 这个引擎 动力 所能够输出的 功率峰值 是线性下降的 就理论上来说 你随着速度的提升 你的阻力 是随着速度的平方 而线性提升的 所以说 随着速度提升 你动力下降 就意味着肯定 会有主动气动 来去减阻 但是 这非常的奇怪 就感觉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 总体上来说 26年的新规 可能他们确实会 更注重于生物燃油这方面 毕竟2030是他们的 BioField计划 规则大概是2026 所以说可能是 更后面的目标是更大的 是要去更难来实现的 对 我现在觉得 我们到新规的第一年半 感觉F1新规 不管是之前罗斯布朗领的 还是现在Pat Simmons 这边我总感觉有点这种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就是他们再努力去做出来 能把这个想的很完美 但是奈何不了 这些F1车队的资源 比F1 F1的几个人 要多的多的多 所以你可能得 说起来 如果大家感兴趣了解 F1的BioField是怎么一回事 推荐一个电台 叫孤岛车坛 然后他们前两天 做了一期节目 就讲了 请了一个嘉宾 一个小姐姐 然后他之前 好像是在Berkeley 读书的时候 就参与了Berkeley和麦凯伦 还有什么沙特的 什么国王大学 对于BioField的一个研发 然后他讲了一下 大概这个理念是什么 技术难点功课的是什么 所以说推荐一下友台 对 孤岛车坛是罗兴宇老师 非常多有意思的节目 其实李沁其实当时 在孤岛车坛上也有一期 也是很有意思 对那次我也听了 但就是我了解到这个节目的 因为我们毕竟 汽车区的播客 目前不是很多 对 如果我们也算的话 那就是两个 所以确实孤岛车坛 名字取得好 就他一个 汽车还是有的 但更多是民用车 就涉及到赛车 跟汽车工程方面的 确实就少了 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说感谢 这是刚才我们回的问题 对吧 Sabriel 叫什么 说法拉利车手 这几年会变吗 然后2026年有机会 对 我们不是三个问题都聊了吗 对 这又是三连问 对 平台上面的话 他们应该就是 小宇宙上面能够找到 一般都推荐小宇宙 其实 还有想聊一聊什么 NBA的状元 文班亚 我来 我再给你 我们来教学时间 聊聊足篮球 文班亚是谁 就是法国人 然后 2米2 巨高 他应该是 辽民之后最高的状元 然后 对他的预期都特别的高 结果夏季联赛第一场 好像就拿了两分 还是 表现巨拉垮 然后对抗性贼弱 然后大家都说 是不是 因为这好像是 最近可能10年 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新人 结果上来就有点令人 意想不到算是 这种情况在我们F1就比较少见 对吧 我们的状元都一个赛一个的强 都是属于没位置 没球队 对 我们这状元像什么米克 像什么德夫里斯 像什么帕尔默 对吧 F2的状元都非常的优秀 好像也有道理 但是上周有个更好笑的事情 就是说 你看Martin Brando不是这周又被Grade Walk的时候又被拒绝了 被我直播的时候说我还挺喜欢的超模叫 反正就我忘了叫什么了 Martin Brando问他说你要不要采访一下 他说No 然后引来了很多的招骂 但是文班亚马超搞笑的是在Vegas 然后小甜甜 布莱尼要问他去问要签名 然后拍了他两下 然后被文班亚马的保镖 啪一挖上山脸上了 Brainis Beers Oh my God 然后后来文班亚马说 我以为我遭到了袭击 他两米二 Brainis Beers就大概一米六 然后你是咋 遭到了袭击 给你腿给你咬一口是吧 喝到膝盖了 所以说两个不认识的名人 如果不认识 然后总是会发生一些这种很尴尬的场景 其实皮特跟Brainis好像也稍微有一点尴尬 是吧 你有看着吗 说好像是怎么着给采访去了 还是怎么着 上一次嘛 就是一直拉着他说 Hey B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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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take a say a wor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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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一直追着他问 然后皮特就带着他 虽然说非常charming的笑容 但也就 然后就也不是说拒绝你 他也不say no 但是他就走得特别快 然后这个Brainis和皮特 在他们拍电影的车库里 然后皮特就特别恭维地说 Brandon 你们太牛了 你们这帮车手们 了解了之后 感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对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 他应该会在80年代 90年代 有参加过FDP比赛 到时候的话 那个时候你也在 你应该跟我们来去做一个cameo 所以这时候我就一直 很多人都吐槽 这样美式 nice 就是有的时候会上来就跟你 Hi The Mepsy is so good Nice to see you 但就这种非常的虚假的 nice 就有的时候让人有点 多少有点受不了 所以皮特有一种 在compensate之前 犯过的错误 来表现了一种过于热情的感觉 挺美国人的 确实 什么还像荷兰人 荷兰人好是吧 这个 也不能像荷兰人一样 就是 We hate you Please go aw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直接就 那个刚才还有一个问 SC 这里的话说 这边感谢 一车行天下 这位朋友的SC 说之前看到老汉等车手 觉得车队的模拟器 其实没啥用 这是为啥 车队为啥重视模拟器 这个视频我都能想到是哪个 这肯定Driver61的视频 但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看 我应该让ChatGPT 给我赶紧总结一下 他到底说了啥 你这个又开始村长替你补空了 来我们再聊会儿 让这个邀请现场学习 现场向ChatGPT学习 好 刘耀来了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刘耀笑话了 我觉得本周的刘耀笑话 还挺自然 也挺好笑 然后对 现在有一个很多的争论 就是说 F1为了拓大自己的宣传 请了很多的明星过来 他每周车队会收一个列表 里面会告诉你谁来了 他在哪个平台有多少粉丝 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 互联网的时代 其实非常的碎片化 即使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亿的粉丝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 不知道Mr.Beast是谁 然后不知道TikTok上面 可能叫啥 对 之前在法拉里做客了 我也忘了他叫啥了 对 他们已经是属于世界上最知名的网红了 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知道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比较忠实的车迷认为 你应该请一些喜欢F1的名人过来 但是问题是 就像我们其实经常接广告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人家想打赛车广告的不想找赛车up主来做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都已经你们赛车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他们反而会去找一些比较周边的不是那么熟悉的来做他的广告 所以说这个在F1赛场也是这样 他其实是需要一些跨界的这种overlap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他会请什么美妆的呀 或者是一些反正whatever 就是各种跟以前F1的关系不大的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过来扩大这个影响力 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无可厚非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那种 就来了之后人家问你 Hey how do you like F1 race He's like yeah yeah it's nice to see fast cars Oh the green one is better than the red one 就这种 其实对于比赛完全不了解 只是过来被邀请蹭热度的情况 有一些反斥的情况 对大概是这样 贾抗哥为什么火 Iso Speed是吧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Iso Speed 我觉得他确实有一些非常的网红的特质 就是你看咱们国内不是也有很多 比如说就是那种通过比较搞笑搞怪的方式来吸引热度的网红吗 这个国外也有 比如说这个Iso Speed 好你查出来了吗 大概查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其实跟上次咱们 叶一飞来咱们这里来聊的 其实类似啊 就是这些老 也叶飞不算老一代车手 但是这种先接触真实的赛车 不管是卡丁车 还是真实的这种赛车 来去建立起来的驾驶技术 再进入到模拟赛车这边的话 它会有非常的不适应感 还没有人之前在应该是Sky的一个采访里头 也是提到 就这种车尾的华仪 然后包括你的视线 就是跟真实上面的赛车 还要没有办法来去做到一个很好的还原 所以说他觉得这样的话 差别比较的多 没那么喜欢开 然后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 你看其实上次叶一飞 总结一下就是 我有钱去开真车 我为啥要去开模拟 穷逼才要开模拟 然后你看确实是这样 然后刘又 这个绝对是收了卡丁车厂的钱 你说这个 见缝插针 又来卖车了 见缝插针 又来卖车了 然后我们去 把我卡丁车 没钱 没钱 不过这个两冲确实挺好玩 就是如果你能够去每天开真车练习的话 你为什么要开模拟器呢 是吧 对 但就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模拟器能够 理论上它能够给你 比如一个弯角能够给你无限次的去练习 你拿你真车 你就算是就算是有钱 你一天可以一天刷8个小时 但是你得跑完一圈 你才能再刷这个 模拟器的话能够去更好的去控制变量 而且说到底肯定还是更便宜 但是模拟器可能有一个好处 就是确实能够让你越急去练很多的技术 比如说你如果不是模拟器的话 你可能很多的职业车手 一辈子都没有摸到F1的机会 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就是你我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这个麦凯伦这个车过阿塞麦江4号弯的时候 对吧 总统来给你巴拉巴拉说两句 大概是这种感觉 不过这个F1的话 这个没有那么的精确 但是很多这种赛道上面 它都是激光扫描 真是能做到 接近是毫米级精确了 所以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相当于我们在家里能够接受到这种民用级的赛车 算模拟器或者也算游戏 其实能够跟他们真实的这些大的车队使用的这种赛道 大差不差 更多的路面的细节纹理什么这些还做不到 但是你能知道这是确实有一个坡 那确实有个下坡 那确实是内请的 那确实是外请的 这都是跟现实生活中是一模一样的 刘耀老师 刘耀为什么很久没有开过模拟器了 是因为看着自己的这个法拉利定制的方向盘会哭吗 法拉利定制的方向盘 刘耀那个模拟器是 对图马斯特那个定制的法拉利的盘子 不是卖了吗 不是卖了吗 他卖了吗 图马斯特那个好像也好 我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他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刘耀小环 对今天俩了 下周不用说了 今天已经overflow了 激光扫描 这不是所有的赛道都是激光扫描 比如说我记得上赛好像就没有激光扫描过赛道 或者应该问问下个 你这个你们干嘛的 有证吗 哪个部门批的 找99个领导签124个字 你才能在这激光扫描 对啊 所以说这个也得他们赛道跟你合作 然后你才有机会去做激光扫 抽奖送 刘耀就是天天去开卡丁车 卡丁车确实好玩 我其实觉得大家假如有机会的话 其实可以多去尝试尝试 去感受一下这种竞技和这种速度的感觉 包括过弯的侧向G值 还是跟模拟器不完全一样 或者说很不一样 对 但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模拟器好 他确实上次拉一个朋友 没有开过超四的朋友去第一次开超四 然后觉得开的巨爽 然后稍微寡蹭一下 一千万车损 稍微捧一下 一千万算便宜的 算便宜的 对 确实 然后这儿有朋友说 能不能推荐一套模拟器外设 这个就看预算了 这种就 这个就聊到专业话题了 对就聊到专业话题了 这得说预算 就跟推荐任何东西似的 比如说 老师能不能帮我推荐一套摄影器材 你的 你是想花五千块钱 还是五万块钱 我是大学生 你看你手里有什么好用的送我就行 对 这个要推荐 说预算 说用途 一千五百欧 五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五百欧 五千七百四十一 那还没过万呢 这个四个框的那种计时器还是能用的 一千五 这个说一万以内的是说 那个法拉利的天数 还是说这个模拟器的地下价格 一千五百欧差不多是一万块钱人民币 那就 就是这个的话 也看你在哪 你在国外的话 买MOSA和买速膜 其实都会更贵一点 跟国内的比 其实这个差不多 搞一套 搞一套速膜的 比如说 Alpha Mini 配个SX所有的盘子 其实都不错 或者MOSA的话 就R12 配上个什么KS之类的盘 对 一千五以上的话 假如是纯PC 就SemiCube 我觉得这没啥 没啥别的 当然现在我一直 我突然想到刘耀笑话 特别适合把我们 刚才我说的 那个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那个歌接上 这一期节目的 这个有头有尾 特别好 Symagic真的可以 刘耀老师用过Symagic吗 不 他说他不曾拥有 他就说他想让 你给他送一套 他的意思是 他是大学生 然后正好你是女生 自用有一套九九成青 你们俩不就天造的地设 地设的一双吗 确实 这边的话有人说 村长啥时候搬的家 记得二年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记得 你之前是贴着西面 对吧 是里头是吧 我是 那是另外一个房间 对 然后我搬的家 这个房子应该是 确实是二二年 搬到这一间的 我已经在我们楼里面 换了好几 好几 好几套房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 还是提醒了大家 大家假如在喜马拉雅 收听节目的话 可以来去给我们 来一个五星好评 大家假如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来个五星好评 假如不喜欢的话 各个都可以来五星好评 我那天还看了 我们的Apple Podcast的review 好像也不错 但是是4.9 不是5.0 大家加油 假如你不喜欢的话 麻烦说一下理由 上次就是给我来了一个 有一个二星 就罢了 有可能不喜欢我说的东西 或者不喜欢村长说的东西 我就想不通的一个 好东西 支持一下 两星 不过这个确实跟国内的 各种评分都 inflation极其严重 是有关系的 你在国内 现在就反正大众点评 4.7分以下的餐馆 我都不敢去 对 所以大家假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来一个五星好评 然后假如想去提前 想去收听抢星版 抢先听版本节目的话 可以来去加入洗米团会员 这样的话能够在明天 也就是周二的早上 听到新鲜热乎的比赛回顾 然后有朋友说是五星好评 但是分期付款 看这尾款一直没付 一期两星人跟三期一期 哥哥求你放过王八 主要是喜马拉雅上 现在是一直是9.6 9.6和9.7之间徘徊 对吧 因为总体来说 大家都是4.5星 然后这五星之间 然后一平均下来 总体都是9.7 然后来了一个两星 咔着9.6就做死了 好的那这边的话有一个Breaking News Alpin这边提拔了Bruno Famig 来去提升到了 Alpin Motorsport的VP 就是Vice President 这样的话 奥特马将会直接来去向他汇报 而不是网上到Lorand Rossi 这之前是 Bruno Famig之前是 这这边架空了吗 这架空是全方位 下面也架上面也架 对反正这个上面是给他 可怜的罗马尼亚人 上面给他多加了一层 这个之前 发明之前是 Alpin或者雷诺的引擎部门的人 所以就是一个 10分钟前爆出来的消息 可怜的萨夫纳尔 萨夫纳尔 上一场他的摇头摇的 也是非常的凄惨 肯定把老板给又给惹怒了 你说萨夫纳尔 这个是他就适合在 印度力量这种小车队 来去当管一管事 就感觉在 在不管是马丁还是跑到Alpin 我觉得Alpin这个车队有毒 这个车队 对这个肯定是 Alpin绝对是有毒 没有法拉利的命 得了法拉利的病 对 这个很精准 对啊 一个法国 一个意大利 这一下子精准的点出来了 这个Alpin的问题 然后其实Alpin现在的话 两位车手也 我觉得这肯定是比不上 比如去年 这个阿龙索配奥康这样的 这个换迦斯利 肯定还是降级 这个 我觉得迦斯利跟奥康 差不多一个水准 但是阿龙索还要更强 对 刚才其实少说了一点 就是 哇 皮亚斯特里这个表现 那个Alpin得多后悔啊 他们丢的是一个 World Champion级别的车手啊 这么看来 迦斯利确实不够格啊 对啊 这个来这儿 其实这么长时间了 其实感觉跟奥康比 感觉稍微差 那么一点点意思 皮亚斯特里这个事 就跟姆巴佩 就 somehow就突然很像了 又是一个法国的 这个球队和车队 没有办法留住 自己未来之星的情况 对 这边还有这个Sky的采访 就是在采访皮亚斯特里 然后问他说 这个离开了Alpin 然后今天的话 就吊打了他们 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能看见头哥 在后面笑得非常开心 这个非常的应景 好吧 在如此悲伤的 这个如法的情绪之下 我们今天要不然就先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了 你吃饭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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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